哈喽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我前两天在搬酒柜的时候 我发现之前出的那一期明星葡萄酒测评 其实我还买了另一个欧美明星出的葡萄酒 结果我给忘了 所以呢我今天带大家一起来测评 有电影史密斯夫妇主演布拉德·皮特 还有我的性感女神Angelina Julie 一起酿造的粉红玫瑰葡萄酒 这一款2019年的Miravo Rosé 觉得我今天会踩雷的在上方扣一 没准好喝的扣二 节目的下半部分呢 我会教大家如何用喝剩的玫瑰葡萄酒来做一款 非常容易上手又很适合夏天的玫瑰酒沙冰 这期的最后呢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大家要看到最后马上开始 那其实早在2008年的时候 他们夫妇俩呢就以大概六千七百万美金的价格 在普罗旺斯买了这个酒装 而且有趣的是呢 他们2014年就在这个Miravo酒装里面结婚了 结果呢大家都知道2016年他们的离婚了 所以这一款酒算是见证了他们爱情 从开始到结束的一款 但是呢他们离婚之后并没有把这个酒装卖掉 因为他们两个想把这个酒装留给他们的孩子 产区呢是普罗旺斯产区 我觉得一般这个产区处的玫瑰葡萄酒质量都挺在线的 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如果夏天想开始喝玫瑰葡萄酒的酒鬼 先从普罗旺斯这个产区入手 而且呢普罗旺斯这个产区 他当地就种了很多像百里香啊薰衣草啊都宗子 所以我觉得他周边的植物 对他这个玫瑰葡萄酒的风味也会有一点点的影响 我这一期节目呢就不讲玫瑰酒的酿造方式 好奇呢又好学的酒鬼去翻我之前情人节玫瑰葡萄酒的那一集 讲得非常通俗一种 但是呢我今天想要讲一讲 想喝玫瑰葡萄酒你应该注意了一些小点 可以让你的品酒体验升级 首先呢是玫瑰葡萄酒的温度 我们一般买玫瑰葡萄酒或者白葡萄酒 回家都直接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但是呢冰箱的温度大约都在三度左右 我觉得最佳的玫瑰葡萄酒饮用温度是大概八度左右 所以呢我会建议你在喝之前从冰箱里面拿出来 放外面放到五至十分钟 太冷的玫瑰葡萄酒 你不但闻不到它的果味 而且呢冰的过头有时候玫瑰葡萄酒会发苦 第二个要注意的点呢就是玫瑰葡萄酒的年份 葡萄酒越老越好 这一点在玫瑰葡萄酒身上绝对是不适用的 你千万不要被人忽悠 花了高价买非常老年份的玫瑰葡萄酒 我个人建议呢买玫瑰葡萄酒就是要买新的年份 比如说现在是2021年你就要买2020年的 而且买来之后的玫瑰葡萄酒呢最好啊 在这个年份的18个月内里面喝完 我闻到了那种玫瑰花香 苹果白桃水蜜桃梨子 闻起来是非常讨喜 我就不知道喝起来怎么样 我们来试试 酸度它很高 但是它不是很刺激的那种 就是喝下去觉得口感很圆润 果味的话我觉得随着我咽下去 味道慢慢的散了 而且散得很快 喝下去咔刺激你一下 然后就没了 综上在考虑它的价钱 这一个花了我大概20到30美金左右 但是你要知道市面上的普通玫瑰葡萄酒 都在十几块钱 20 味道不很不错 我花了30块钱到了这个 我知道呢我今天是喝不完这个的 所以我要教大家一款 我非常爱的玫瑰葡萄酒沙冰 加入你在冰箱里发现剩的草莓 挤入半颗清零汁 再加入30毫升简单糖浆 加入大量冰块 倒入半瓶玫瑰葡萄酒 倒入你找到最好看的杯子 超级无敌清爽 就是这个草莓跟清零的味道 再结合这个玫瑰葡萄酒 任何玫瑰葡萄酒都可以这么做 夏天有这一杯就足够了 最后呢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分享给大家 就是我收到了PH慈善基金会的邀请 参加他们的一个线上分享会 那这个分享会呢收到的所有捐款都会捐给我选择的一个中华少年儿童基金会 帮助那些受到性侵害的儿童 这次分享会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5月16号周日早上的10点30分 在北美的酒鬼呢是5月15号 西岸的话呢是晚上7点半 东岸的话呢是晚上10点半 这个慈善分享会呢大概是在一个小时左右 我希望呢酒鬼们可以来参加 如果想参加慈善分享会的话 欢迎在后台告诉我 或者能在下方留言 我会把分享会的参加方式发给大家 希望呢各个酒鬼可以出一份力 帮助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人 在这里我先感谢各位酒馆的朋友 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 这个太香了 太香了